周深 您之前听过他的歌吗 我听过 听过 对 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 事实上它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那寄生于何生亮 那我如果要听那么女生的歌的话 那我就听女生的就好了 对 而事实上它是一种surprise 因为它超越人类体能的一个极限 就是说 它明明是一个男生 但它偏偏可以唱出女孩子的声音 一种不可能 对 那我跟起前我们就来聊天 那可能他们唱片公司的一个安排 没有把它安顿得很好 他应该让他是一个 怎么样的歌手出身 然后怎么样去酝酿他未来 在哪一个爆点里面去做这个东西 您在运作这方面 就是挖掘歌手上肯定很有发言权嘛 所以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所以我说能唱歌的人很多 但是有特色的人并不多 所以我被猜出来 我也觉得蛮庆幸的 一下 咦 代表我蛮有特色的 对 那像他这样的歌手 我们都爱讲 他是有机会往国际级的路线去走的 面唱将猜猜猜猜 第三季荣耀归来